中飛共和國自前年3月爆發內戰後 全球各地的廉價軍火紛紛湧入中飛 其中最普遍的武器就是中國制822式手榴彈 數價僅0.5到1美元 約台幣16至32元 比一瓶可口可樂還便宜 被稱為全球最大規模人類集體遷徙活動的 中國春運拉開帷幕 當局預測2015年的春運總客流將達到37億人次 比去年增加1億人次 預計經由海陸空長途集體運輸發送的旅客人次 達到28億日均7千人次 匯豐銀行數據顯示 中國大陸醫院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降至51.8 雖未跌破50的融枯線 但創2014年8月以來新低 香港藝人也是藝人曾寶儀的父親曾志偉 是廣東江門政協委員中僅有的明星委員 但自2011年1月當選為江門政協常委後 都沒有在任何一場會議中現身 新航亞太電視整理報導